現在即使在有白銀的民調 都已經差到10% 被甩開了 國民黨有做什麼好事嗎 沒有 完全是民眾黨在燃燒自我 現在不是什麼藍綠對決 也不是什麼藍綠一樣 是你特別爛 爛的程度超過路邊的面電 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在7月的時候 民眾黨是16% 現在只剩下13.8% 國民黨什麼事就沒做 20.5%變23.2% 他唯一做的事是謝國良 在基隆快要被罷免的 就這樣而已 7月17號到7月18號 柯文哲的民調是 那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 有史以來最低 20.5% 但是他這些民調 都還高過國民黨的侯友誼 柯文哲跟人家簽了六項協議 馬恩九不是握著他的手說 你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 那個時候後來他翻臉了 後來他哭了以後 說要算的時候 避免的時候 撕毀協議的時候 他的民調竟然高到31.9 還贏過賴清德29.2 跟侯友誼23.6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倫網座小人了 為什麼哪需要藍白核 當如果繼續客運著 繼續掉下去 連台灣民意基金會 掉到6% 7%的時候 國民黨哪需要跟你核 我想坦白的 到時候氣表 強調的就是氣飽效應了 不會再有藍白核了 那偉航哥我要提教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是台灣民意基金 他不是說出了這個民意 民調的數字 看起來沒有像我們之前聊那個 就是陸委會委託 然後不小心留出來 政大選人中心 那個6%多那麼低 可是他是在下滑的 他原本上個月的數字是16.0 他是下滑的 那其他的小幅上升 民進黨小幅一點多 國民黨也是小幅的上升 那他有特別做一個比較特殊的分析 叫做民眾黨的感情溫度 那他做出來感情溫度 他的分析意思是這樣 是民眾黨溫度 所有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度 偏最低的一個時刻 然後他也分析出來說 他從這9個月來 他們的流失已經流失掉300萬的選民 然後新陳討厭的 討厭民眾黨的是220萬的選民 你怎麼樣來看這個數字 好 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長期對白銀是相對比較呈現出來 比較友善 我們今天又有人抓出來 白銀當初六點協議裡面 三份民調 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民眾黨也剛好有 這三份民調的账 所以如果排除民眾黨投資的民調 那這個民調 大概是最後有白的民調 好 那我們來看 他一樣有下降 主要是跟國民黨差距 大家可能如果還有點選舉印象 選舉的時候 民眾黨和國民黨差不多 現在即使在有白銀的民調 都已經差到10% 被甩開了 國民黨有做什麼好事嗎 沒有 完全是民眾黨在燃燒制 好 那當然 他就去做更細部的講 好感度 那他用了一個指標 就是溫度 那溫度就是50 就是中間 不溫不火 他說平均的溫度已經下降到40多了 甚至是他主力的 大概是25到34歲的族群 也下降到50以下 好 他也呈現出白銀的支持者 也大幅下降 好 那過去白銀 有上班族 年輕人 這個都是白銀最堅實的支持者 在親白銀的民調裡面 都已經跌到一半以下了 要注意啊 之前柯文哲最好的時候 狀況最好的時候 基本上是都直接過半 在這個25到34歲的這一季 都是直接過半 那現在鬧成這個樣子 那有人說他什麼時候調查 差不多就是在他們那個記者會之後 但是柯文哲還沒有真正的那些 後續的搜索的那個狀況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柯文哲的這個盤勢 還是會持續往下 因為重點是你一開始出來 一開始做了解釋 後續又重點 真的就是那一個96萬的便當錢 就是很多沒有跟政治有關係的人 都對於這個部分 真的是太有感覺了 小老百姓 他在轉相關文章 因為我們做網路的吃飽 今天都會看 人家轉的時候會加什麼話 很多人加什麼 我平常不談政治的 但這個真的太好笑了 我一定要轉一下 為什麼 太違背直覺了 這全台灣有多少盈利事業 1600萬家 小小的商號 那種一般的店家面 那也都是盈利事業 大家都有報仗的經驗 大家都有跟會計師互動 跟會計跟財務出納互動的經驗 看到你這麼爛的東西 這已經不是政治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剛剛他們還在講說 我們要去拉藍綠加 賴清德的怎麼樣 民進黨的怎麼樣 你越拉 你都沒辦法解釋一個 基本智力的問題 這個不是政黨做得好 做得壞 這個就是很多網友舉例 現在不是什麼藍綠對決 也不是什麼藍綠一樣 是你特別爛 爛的程度超過路邊的面電 也就是說有人說 民進黨就像那種 有人會說 你怎麼可以抓我在泳池尿尿 大家不是都偷偷會尿尿 沒有 你是站在岸上對泳池尿尿 只有你這樣幹 沒有人這樣幹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民眾黨現在要解釋的 其實不是把責任推給藍綠 民眾黨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跟百姓說清楚 為什麼你們連基本台灣人 應有的做事能力都做不到 可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看民調不是看那個數字 不是這一家比那家的民調的數字 不是 是看這一家民調公司的趨勢 各位知道嗎 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在7月的時候 民眾黨是16% 現在只剩下13.8% 國民黨什麼事情就沒做 20.5變23.2 他唯一做的事是 謝國良在基隆快要被罷免的 就這樣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 台灣民眾基金會 從去年7月所做的 這些有關於柯文哲民眾黨的民調 他在最低的時候是什麼 他在最低的時候是7月17號到7月18號 柯文哲的民調是 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 有史以來最低 20.5 但是他這些民調都還高過國民黨的侯友宜 一直到12月22號到24號就是要封關前的民調 他才調到24.6 輸給侯友宜的28.2 不過在前一個月11月19號 11月21號就是柯文哲跟人家簽了六項協議 馬恩九不是握著他的手說 你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 那個時候後來他翻臉了 後來他哭了以後 說要算的時候 避免的時候 撕毀協議的時候 他的民調竟然高到31.9 還贏過賴清德29.2 跟侯友宜23.6 也就是在所有的台灣民意基金會 所做的跟柯文哲民眾黨相關的民調裡面 這個民調最低13.8 他整個砰的雪崩式下滑 我告訴你 去年11月31.9 現在13.8 我的天啊 這不叫雪崩式的下滑 什麼叫雪崩式的下滑 你單單從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民調 你不要一直怪人家求證民調 他所做的民調 除了那個去年12月的那個民調之外 人家還不是做柯文哲都是老二 對不對 都是第二名的這個民調 人家也是都這樣做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做啊 但是至少人家 至少人家在這個封關前 有做一個他老三啊 你知道嗎 至少人家有做這樣的民調嘛 叫聲回歸喔 至少人家有做這樣的民調嘛 對不對 所以從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看得出來 柯文哲現在已經吐銷瓦解 我告訴各位啦 哪需要什麼藍白河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往座小人了 為什麼哪需要藍白河 當如果繼續柯文哲繼續掉下去 連台灣民意基金會掉到6%7%的時候 國民黨哪需要跟你合啊 我想坦白的 到時候氣表強調的就氣保效應了 不會再有藍白河了